哈囉大家好 我是Jessica 這樣跟大家分享的影片主題就是你們很喜歡的 保雅購物特輯 沒有拉好 好那今天的保雅購物特輯我裡面買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都是比較生活用品類的 可能跟以前的種類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家就是我覺得我近半年去逛 他都是沒有什麼太多新的東西 或者是他的東西就是獨特性又沒有那麼高 不像以前就是他常常會有一些 只有在保雅才找得到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半年來可能其他的超市 或者是藥妝店也都會開始進口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所以保雅購物特輯就變得沒有那麼的好逛 對我來說 所以我買的東西比較少 那我這一次就是去保雅逛 然後我發現一些新東西不錯 跟一些我平常會買的東西回購 你就一起分享給你們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Xtra的這個口香糖 這個我忘了在某一個月的愛用品 或者是也是可能保雅的特輯 有跟大家分享過 泡泡糖口味的Xtra我覺得沒有很好買 就是常常在便利商店是找不到的 那保雅的話一定都會有 放在結帳那個地方 我就很喜歡這個口味 這口味吃起來就是一個 泡泡糖口味 第二個東西呢就是小朋友的口罩 這個就是媽媽們 我非常推薦這個口罩給你們 因為這個口罩就是戴起來啊 耳朵這邊比較不會 怎麼講 比較不會勒到 然後小朋友也比較戴得住 那因為我兒子上幼稚園了嘛 那口罩真的是很需要 因為常常班上可能會有人感冒啊 或者是自己小朋友感冒在咳嗽 老師都會要求他們戴上口罩 所以呢 如果有小朋友的媽媽們 這個口罩我覺得蠻好用的 叫做樂品 樂品口罩 再來第三樣東西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一個1028的睫毛膏 這個睫毛膏神之好用 我第一次用是因為 OFRA介紹我說 這支是非常非常好用 然後又持久不會暈到下面 然後刷完之後你的睫毛 是這樣飛上去的 那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根根分明的睫毛 那這支我用了之後 我覺得它有達到那個效果 那它有出黑色跟咖啡色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黑色的這一支 呃也沒有比較喜歡啦 就是我只有買這一支 我覺得它用 我不知道是可能我沒有蓋緊 或怎麼樣 我覺得它蠻快就有點要乾掉的感覺 所以反正我就先買了第二支 再來下一樣東西呢 是iMimi的 這一個 唇膏 它這個新的這一款唇膏 然後我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005 一個是007 我發現他們的唇彩005 好像都是我的菜 因為他們前面兩個系列 我也都是買005號 我覺得還不錯 好我現在來用用看 我現在嘴巴沒有擦東西 我就是為了這一刻 好 那我來擦擦看 我覺得iMimi他們的這個唇膏啊 其實真的非常好看 可是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很不好的地方就是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們是用那個氣墊式的 那唇膏這種東西對我來講 它不是很快就可以用完的東西 那有時候天氣比較悶熱超濕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那個氣墊頭 你可能有一個禮拜沒有用這一支口紅 然後我就會覺得那個氣墊頭 是不是已經被污染了髒掉了 好 好就是這兩個這個新款的 長這樣子 對得到膠嗎 哎呦這個G7X這樣子可以嗎 好 長這樣子 那我會疊擦 我會把淺的005擦在底下 然後再擦007在上面 好 那我按一下 欸按這個千萬不要急喔 因為我跟你講它這個出水一下子會突然很多 如果你太急著按的話 我把這直接按一下好了 嗯 欸這真的不會出來耶 我按超久的耶 怎麼會這樣子 這樣子不行啦 出來了 好 太好了 欸按這個千萬不要急喔 有東西嗎 在這邊 站一下 它擦起來有點粉的感覺 可是你不用怕 它好香喔 它是水蜜 水蜜桃的味道 塗滿 塗滿它 嘴巴咪咪 然後呢 這樣子之後呢 它很粉嫩對不對 你們不用緊張 我們接下來用這個深的這個顏色007號 塗在內層 好 就這樣 你們看得到嗎 我個人蠻喜歡的 可是 因為它是霧面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嘴巴有破皮或什麼的話 我覺得它會蠻明顯的 但是我覺得顏色很漂亮 所以 我還是買了兩支 再來下一個是蘇酸釘的牙膏 這兩個是加購的 然後 那時候在結帳的時候 它放在旁邊 加購好像只要69塊一條 然後剛好我老公是用蘇酸釘的 所以我就 拿了兩個 接下來我買了一個指甲的搓刀 就多功能的那一種 就是可以幫你把指甲拋光 變得很漂亮的 因為我其實 已經很久沒有做指甲了 然後 我都沒有時間去做 那我想說在家裡的話 我就可以自己用 我弄給你們看好了 你們看我大拇指 欸 對得到嗎 對得到嗎 我的大拇指 你們看我的大拇指 就是我的指甲表面 其實是很多那種凹洞 就是 角角 它不是很光滑的 一號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磨那個指甲的形狀 然後二號 你就可以磨指甲的表面 我就會這樣磨 再用背後這個三號的地方 去磨它 其實它們 有很多種不同的 然後你不一定要買這一個 基本上它會有一面是 細細的 粗面 然後跟一個滑面 然後有這樣子兩個的話 你就可以磨你的指甲了 你們看 看得到嗎 就是 兩隻 這怎麼給你們看 你們看我兩隻指甲 就是一隻是磨過的 一隻是沒有磨過的 看得出來嗎 下一個呢 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指甲的貼的 它就是 有很多這種銀色的 這種 小小顆的 我想說我可以 自己在家裡玩這個指甲 那除了指甲的搓刀 跟那個指甲貼之外 我當然還有買了指甲油 我買了這個 這個很便宜耶 這是99塊一個 有便宜嗎 好像也還好 反正就是買了這個 然後我另外還有買一個 就是這個 肌底 算是一個 欸這是肌底嗎 先塗這一個 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一個是透明素乾的 然後這個可能是先擦吧 我不曉得 反正 它寫肌底 那應該就是肌底吧 可是我印象中肌底 比如說有一點乳白色嗎 那我中間選了兩個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一個是 RO602 是這個 然後跟 BE807 這兩個好像是他們的熱門的顏色 反正它就是寫熱門 所以我就買了 那不然我們先來查查看吧 喔 不是很好塗耶 它的刷頭好像太小 嗯 OK 可是 OK 我覺得OK 可是不是很好塗 給大家看 看得到嗎 我是不是一直做一些很蠢的動作 好給大家看 就是這顏色 這顏色感覺手會顯黃 吹乾 我本來其實它更裸一點 可是它好像沒有很裸 嗯 好就這樣 再來下一項是老朋友一定都看過的 唉唷 這個 十全的蘋果醋跟葡萄醋 就是各種水果醋 那 保牙有賣蘋果醋跟葡萄醋 還有梅子醋 那我個人其實不喜歡吃梅子嘛 所以我就只有買葡萄跟蘋果 那它另外其實還有出桃子的 跟 好像還有別的 我覺得桃子也不錯喝 那這個是我在懷孕的時候 我最喜歡喝的東西 它就是冰冰涼涼的 然後喝起來很舒服 這一瓶沒有很多 然後 7-11也有賣 那保牙是賣19塊 那你自己找他們的店 好像他們自己也有店有賣 所以 你們可以去上網查查看 那反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蠻好喝 它不會到非常的 唉唷 先放下來好了 那十全的這個蘋果醋 我覺得它喝起來不會太酸 然後也不會太嗆 然後它這一包的卡路里是30-40卡 所以我覺得還OK 給你們分享 接下來下一個呢 是 登登 聖香蒸的這個QQ 這QQ果凍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我覺得是這種西德果凍裡面 我覺得 比較好吃的 然後最常買得到的口味 應該就是 葡萄荔枝跟橘子嘛 那我個人覺得葡萄最好吃 立馬吃一個 它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冰過是更好吃 然後它的果凍吃起來是 不會到很Q很難咬 滑來滑去那種 所以小朋友吃的話 我覺得也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它比較不容易噎到 打開來 就這樣 嗯 嗯 超好吃 不沾手 而且垃圾也很好丟 很方便 好 就這個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 健達的這個 黑巧克力的繽紛樂 它這裡面有兩條 然後因為我最近就是都在家裡工作 然後家裡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 遇到瓶頸 或者是你做到很累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吃東西 那我一般就會開始去翻東西啊 那如果東西真的沒有什麼好吃 我就會叫外送 然後可能會叫一些 你知道炸的或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 那不如就在家裡放一些 小小的糧食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放這個好了 再來下一個的話就是 小老闆的海苔 這個海苔其實 有蠻多品牌都有出這種 可是吃來吃去 我覺得還是小老闆最好吃 那我自己最喜歡吃的口味是 芥末口味 這個三葵口味 三葵口味是我最喜歡吃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辣的口味 那這個海苔我兒子也蠻喜歡吃 所以我有買原味的給他 就是原味是他可以吃 可是當我吃過這些辣的口味之後 我就覺得原味的很普通 就有點回不去了 所以如果你敢吃辣的人呢 我非常推薦這兩個給你們 接下來下一個是一個 很常看到 可是大家好像很少去買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 就是在7-11啊 或者是在各種便利商店裡面 你就會看到放在 比較不起眼的地方 會有很多個不同顏色的這種 藏藏的這一種 那這個的話 我其實第一次吃 是在今年 不是去年 去年 去年八月的時候 去沖繩的時候 是我第一次吃到這個餅乾 那個時候就是 是因為我們住的一個飯店 就是叫做什麼南城 什麼什麼什麼 一個溫泉飯店 然後他有早餐券 可是我們並沒有用到他的早餐券 所以他可以把早餐券折合成 錢 然後在他們的那個便利店裡面消費 那那時候我們就是已經要退房了 我們也不知道買什麼 所以我們就買了很多什麼 鹽啊 然後這些阿尼布達的東西 然後跟拿了很多的這個餅乾跟軟湯 那那時候是我第一次吃到這個餅乾 那時候我就吃 我覺得我本來不抱任何的希望 我本來以為他就是吃起來 那種很便宜很廉價那種 很不好吃的餅乾 可是我來那時候一吃 我跟你講 不得了 這個餅乾非常好吃耶 他沒有誇張 他是很好吃 然後他的味道就是原味的 然後一片就是 就是你看到圖片這樣子 就是這麼大一片了 我開給你們看好了 然後他還有很多其他的口味 比如說什麼 呃 包巧克力的餅乾啊 奶油的餅乾啊 或者是 各種其他阿尼布達的 那我覺得洋芋片是最好吃的 可能跟我個人喜歡吃鹹食也有關係 他就長這樣子給你們看 超可愛的 然後小小一片 喔好好吃喔 他吃起來其實就跟品克原味的很像 可是你知道品克他們後來改過之後 我覺得他的口感變得比較不好吃 他這個口感是比較脆的 你聽 滿適合給想要吃零食 可是又怕吃太多的人 你就可以買這一種 他很小一片 然後吃完之後你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也很好保存 然後下次可以再吃 接下來下一個是 我買了一個妮威亞的這個噴霧 當時其實我本來是要買高的 可是因為你們知道高的那個 你用酒上面都會黏到髒東西 所以我就看到他有這個噴霧 我想說這就買噴霧好了 那他很好的地方 是他這個開頭的地方啊 我現在才發現有這種設計 他是可以就是轉開關 就是你就不會誤按到 所以出國的時候 放拖韻行李的時候 就是蠻方便的 我跟你們講 其實這種瓶子其實不太 好像他只有限制不能夠放拖韻行李裡面 可是如果是這種小的 你可以先問他 他們有的是OK可以放的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 登登 之前我已經分享過了 是胡椒蕎麥口味的礦鹽蘇打餅乾 那這個餅乾 其實我之前買的都是買那個 一順順的那個香辣蘇打 一小包一小包 就是我有寄給Kelly 那那個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因為那個不是到處都買得到 我基本上都是要在PC Home上面 或者是那種網購 會比較容易買得到 所以我臨時想要吃的話呢 我就還是會吃這個 正折的他們的這個礦鹽蘇打餅乾 他們就是一小包一小包 有時候你熬夜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 嘴餐就可以拿起來吃 這個不錯 最後一個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我買了一個KATE的這個 光雕立體修容盤 其實我不是非常肯定 為什麼我買這個 可是因為當時在那邊 我就畫在手上 我覺得很漂亮很漂亮 那我就買了 可是我記得它的粉質 好像沒有到很細 那時候我畫在手上的感覺 可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試試看嘛 反正就試試看 我就買了 哈哈哈哈 好那以上就是我這次在保牙買的東西 我總共買了 3074 然後保牙的話 你是可以用的那個Live Pay 去抵那個現金 就是一點Live Pay的點數 就是一塊錢嘛 我覺得蠻方便的啦 那分享給你們 登登 那如果你們有想看什麼其他主題呢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這樣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